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講過去的狀況大概就是 雙肥他們討論完之後 到基隆市 然後過去基隆市大概也不會有什麼 特別的一個意見 所以就是 北北基隆台風的一個發布 但是這一次台風的狀況 比較不一樣 那我們基隆市是在7點半左右 我們的張市長接到雙肥的 人事市長的一個通知 就是說 新北要在這個8點的時候 來宣布 這個今天放假 或者是這個 停止上班上課的這個訊息 但是我那個時候 接到這樣子的一個訊息 我就認為說 這樣的一個決定 第一個太倉促 是不是有必要 一定要急著 在8點來宣布這個事情 然後來做決定 第二個是因為 昨天晚上 還有很多的一個市民 是可能被困在花東 或者困在中南部 今天是不是能夠趕得起回來上班 這個都還有疑慮 那另外就是 如果只放半天的話 學生的一個安全跟學生的接送 還有這個校園 這個老師到底要怎麼上課 營養午餐 要不要準備等等 問題非常非常多 所以我是認為 這一部分有很大的一個疑慮 所以我就立即請我們的處長 跟雙肥的處長來聯繫 告知金融市對這一部分是有意見的 那我也立即打電話給柯文哲市長 讓他知道說我對這個事情有疑慮 那柯市長也覺得有點問題 他跟我講說 台北市會在8點的時候 在做開會 那結果沒有想到 好像新北在8點的時候 就率先發布的這個停止 上班上課半天的一個訊息 那沒多久 這個台北市也跟進 那可是金融市一直拖到 8點10分左右 我們才做一個紅布 最主要就是 我們對這個地 這個部分 真的是有一些疑慮 那我們再做一些努力 那最後雙北 他是希望繼續北北基 所以希望我們金融市來做配合 北北基 既然是一個整體 那過去可能 我不曉得什麼原因 過去可能就是 雙北決定了 然後就決定了 然後來告知金融市 但是我想每個地方都有 不一樣的一個狀況 特別是像昨天我們金融市 其實風大雨大 而且我們金融港的水位 還淹過了海洋廣場 那我們七區都有不同程度 淹水的一個情形 而且還有很多市民 是被困在外線市 所以我覺得 像這些重大的一個 共同的一個決策 應該機制上要做減跑 那我們金融市未來 如果碰到一些重大的一些 這些事項要做決定的時候 我們金融市不會再被動的 去接受雙北的一個決定 來被動的來跟隨 我想我們會有自己的一個 決定跟看法 那如果北北基要一起做決策的話 也希望雙北能夠尊重金融市 真正的一起來做決定 那不是說雙北已經決定了之後 才來告知金融市 我想這對金融市 你一切尊重 OK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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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